大家好,我刚刚获得的消息,乌克兰军队又炮击了扎布洛核电站,这次造成了扎布洛核电站完全停电,核电站及周边的居民区已经完全断电。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,乌克兰武装分子炮击了扎布洛核电站以及当地的电力设施。 俄军对乌军炮兵阵地进行了反制。 现在扎布洛核电站的一个变电站已经完全失灵,被破坏的变电站导致扎布洛核电站的电力输出出现问题。 现在梅利托布尔、赫尔松以及扎布洛的地区已经完全断电,整个乌克兰南部地区全部断电。 附近的森林也发生了火灾。 从现在情况来看,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积极地抢修。 但如果,我说如果乌克兰这个扎布洛核电站,它这个冷却水系统如果没有电力支持,出现像福岛核电站一样,出现这种崩溃。 温度升高,爆炸,会造成整个的欧洲的核灾难。 现在俄罗斯的工程师正在积极地抢修。 未来一段时间对扎布洛核电站非常关键,我也会积极地给大家汇报最新的消息。 另外乌克兰还有一个消息,首位西西兰士兵在乌克兰的外籍军团被证实死亡。 这名新西兰士兵就是封面上这个人,他在周四乌克兰的一份声明中证实,叫阿贝林下世。 这个人在新西兰军队服役了十年,曾在伊拉克服役。 那么前往乌克兰之前,他在新西兰住在基督城,我还去过基督城。 新西兰就是一个南岛,一个北岛,他住在基督城。 那么新西兰士兵首次被证实死亡,也说明现在整个乌克兰战场这个形势还是比较胶着的。 像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昂格鲁、萨克逊,这些士兵实际上都被派往前线,也说明整个乌冬地区作战越来越白热化。 那后续有更多的消息,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。